嗨小红书的宝宝们 我最近有看你们给我发的私信 然后就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平时都是用什么护肤品的 想看一下我的护肤步骤 那我就其实我留意了一下 因为我的护肤品真的特别多 特别杂 然后因为你们想让我给你们录掉一个视频 所以我还特别去划分了一下说 哪一些是补水保湿的 哪一些是修复的 然后哪一些是美白的 其实我平时可能用的时候 也确实会按这段时间的皮肤状态去保养 然后因为现在是春季了 很多朋友们都会觉得说 在这个季节是很容易过敏的 皮肤特别不稳定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基本上每天的一个护肤过程 首先是这个黛科的一个小纸瓶 它的功效毒水 然后是一个打底精华 我也是就是被种草之后在日本买的 我觉得用下来的效果是还不错的 可以帮助后续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吸收 接下来呢 我用的是一个Bobbi Brown的一个75精华 我之前有推荐过是可以收缩鼻子这边毛孔的 基本上不管是美白还是修复还是补水 我都会用它 我每次就是用那么一两滴 然后把它搓热 搓搓搓搓搓搓热 然后呢涂在鼻子这里 然后就是正常的水乳护肤了 我用的是黛科的这个白毯 因为白毯我当时买的时候 他们专柜的那个柜员小姐就跟我说 它是鼓打的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功效 然后这个我买的它是分滋润型和清爽型 我这个是清爽型的 黛科是先乳后水嘛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是他们家的水 我一般涂化妆水呢 都是喜欢涂在那个化妆棉上 因为这样子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去吸收它 涂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好看的脖子给加上 再来就是精华 这个精华是我之前强推的一个 LAMARE的修复精华 我是很清楚的记得 因为女生嘛 有的时候总有那个特殊的生理周期 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皮肤真的是非常不好 长痘 然后干 然后敏感 就是乱七八问题都有 但是这个LAMARE是修复精华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只要涂两天 我整个这边红血丝就会能去一大半 这个它的质地也是会有一点点厚 虽然很多人都说不太喜欢它的一种质地吧 但是我是自己觉得蛮润的 然后呢味道也很好闻 你看我只要每次一涂 涂完之后啊 长痘的地方啊 或者红的地方啊 第二天会消非常多 一般涂完精华之后应该是涂乳液和面霜嘛 因为刚才我用的带科是先乳后水 所以我就不用再涂乳液了 我只要涂面霜 但是因为 我还有一个神奇 就是这个修力科的B5精华 它是一个超保湿的精华 它可以也把你前面的一些护肤品都锁住 非常强效的补水 其实你看 就是你涂和不涂都可以 因为像我涂那么多层 我睡一觉我也不会长痘 除非我用的化妆品不适合我 不然的话 其实不怎么会长痘 要不就是熬夜会长痘 所以说 我不会太油腻的情况下 我就会用它 也是一点点 搓开 然后全脸涂 它起了一个保护层的作用 OK 然后就是眼霜 眼霜呢 我也是用一只这个 LAMARE的一个 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 去黑眼圈 然后去浮肿 我拍戏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 一个眼霜 你看用完了已经 涂到眼周 你需要的一些 整个 长细纹 或者是有黑眼圈的地方 它不油的 有些人说 眼霜太油的话 很容易长脂肪力的 但是这一款不会 最后就是用这个 LAMARE的这个 面霜 LAMARE的修复的功能 我是真的觉得它 太好了 我以前看 就是LAMARE的介绍的时候 它就说 发明LAMARE的那个 就是 专家以前是 应该是 它是可以 治疗皮肤烧伤的 所以我就觉得 它们特别厉害 它们出的这些护肤品 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有一个非常稳定 非常抗过敏 去红血丝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睡觉了 如果你们觉得 有非常好用的东西 一定要推荐给我